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股市的情况 中国采取行动为其九点五万亿美元的股市投机狂潮降温 结束了八天来的欣欣向荣的态势 而这种态势曾经引发了对于新泡沫正在形成的担忧 根据报道 在周四晚些时候出现了中国政府对涨势速度感到不安的迹象 当时有一对政府共同拥有的基金宣布计划减持本周飙升的股票 而在周五国营的中国经济时报警告表示疯狂牛市存在危险 而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则表示 监管机构已经要求共同基金公司对新的产品规模进行限制 根据来自彭博书的报道 交易员们表示这些举动相当于中国官方发出的警告 也就是中国这次的股票热潮已经走得太远太快了 虽然国营媒体的股动帮助点燃了上个月月底的涨幅 但是当局似乎热衷于设计一个稳定的牛市 而不是重复五年前以五万亿美元崩盘结束的泡沫 信号再明确不过了 股票已经变得太热了 这已经不符合监管机构的胃口了 上海万机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这样表示 而轻微的下挫会让他们此时更加安心 由上海最大股票组成的上证五十指数在收盘时下跌了百分之二点七 而该指数在周四收盘时曾经距离二零一五年的盘中峰值不到两个百分点 中国官员有很多理由希望股市可以上涨 财富效应可以帮助提振已经被病毒摧毁的消费需求 而股价的上涨将使得负债公司更容易融资 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也蔓延到香港 帮助缓解了人们对于中国加强对香港政治控制 将结束其金融中心地位的担忧 但是当局希望可以避免二零一五年的负责 当时他们被股市的繁荣规模还有破产的严重程度所误导 北京对股债的反应出现了重大失误 削弱了其经济管理能力的声誉 使得数百万个人投资者蒙受了损失 而此前全国的社保基金理事会在周四表示 打算出售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达百分之二的股份 该基金监管着大概二点二万亿人民币的资产 基金表示这次出售是常规玻璃活动的一部分 该股市在互市下升了百分之七点四 达到了五个月来的最高点 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这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国家支持的半导体基金 旨在扶植中国本土的芯片制造商 宣布计划脱售三家公司的股份 纺织品制造商无锡太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固德科技有限公司等股票至少下跌百分之三点八 而外资基金本月首次转为中概股的净卖家 周五抛售四十四亿元为三月底以来最多 他们在七月份曾经通过汇兑环节净抽资六百三十亿元人民币 而中国股市本周增加了大概一万亿美元的价值 在中国投资大众出现了欣喜迹象的情况下 远远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市场的涨幅 成交量飙升 保证金债务以二零一五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出现了上升 而在线交易平台甚至难以满足需求 虽然这次北京反应很迅速 但是与二零一五年股灾后所实施的严厉交易管制相比 而显得微不足道 除了来自国家媒体的警告 还有对股票基金的上限之外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周三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来限制投机行为 公布了二百五十八家非法保证金融资平台的名单 而管理中国动量驱动的股市慢扭 一直是中国政府慢临的挑战 目前的政策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 还有待观察 有散户投资者表示 他充分利用周五的损失来装入了更多的股票 他认为现在只是反弹的中期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地产有关的消息 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宣布 为大概三百万的香港BNO护照持有人提供获得公民的身份途径 移民英国就成为了热门话题 而长江实业创办人李嘉诚也计划在英国打造大型房地产项目 长石旗下位于英国的超级房地产项目上个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通过 预计的投资额是十亿英镑 第一期兴建大概四百五十六个单元 近年来似乎与北京越行越远的李嘉诚 在去年曾经希望政府当局对反修例运动中抗争的年轻人网开一面 从而受到了香港建制派的攻击 而左派工联会的会长吴秋北更是曾经转发指其是蟑螂王的图片 所谓的蟑螂是亲共阵营泛指抗争青年的贬义词 而北京早在二零一五年似乎已经对这一位曾经是中南海作杀兵的香港首富放弃幻想 人民日报更是发表社评表示 与其挽留不如目送李嘉诚离开 中国对英国为三百万港人提供居留权一事 多次表达强烈不满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最近更是冷嘲热讽 英国人一下子接待了如此多的香港人 是否有询问国人的意见 然而李嘉诚对投资英国打造外界视为是香港城的信头 并未因此消退 根据官网显示 何黄于二零零八年购入了有关地段 该地段曾经是德普特福德的心脏地带 前身是造船厂 线为十六点六公顷废弃棕地 何黄的重建方案将令有关地段再次在德普特福德中扮演中心角色 这样地方位于伦敦泰晤士和附近 旁边还有新世界的地产 还有新鸿基的地产 可以说香港资本房产林立 犹如一个港资社区 而根据一周刊的报道 在香港一九八零年移民潮期间 李嘉诚以及新世界的发展人就曾经看准时机 提前拿到加拿大发展地产项目 对象是移民家国的港人 更于中环设置了售楼处 未知试次的这次地产项目是不是主要以香港人为目标 这次的地盘主要有一百七十四万平方尺 相当于近九个维多利亚公园 预计可以提供三千五百个单元 其中有两千个会以市价出售 有数百个会按英国政府要求 以比较低的价格或是共享房产的方式提供给英国公民 而除了住宅单位 何黄也计划要兴建酒店餐厅商场办公室和码头 现在报道指出李嘉诚的事业横跨中心 虽然香港以及大陆有密切联系 但是旗下最大公司长河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来自海外的能源基础建设 电讯还有港口等敏感行业 港大的教授表示李嘉诚尝试达到微妙的平衡 不希望西方国家认为他和中国有太密切的联系 然而根据来自彭博的报道 这种平衡近年来被打破了 以色列和澳洲先后拒绝长河参与当地的基建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零一三年上任之后 李嘉诚和大陆掌权者的关系似乎已经减弱 中国官媒更是因为他将长河注册由香港转到开曼群岛 质疑他对中国是否忠诚 去年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 李嘉诚先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回应 此后又表示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 执政者都未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 也再次引起官媒的愤怒 但是香港的民主支持者却认为李嘉诚可能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而去长河旗下的店铺进行消费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相关的消息 现在万家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有纳斯达克 正在回击一个对其底线不断升级的风险 就是来自国会山以及白宫政府的威胁 将大幅削减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 在周四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持的小组会议中 这些公司的高管对于国会山正在审议的一项法案提出质疑 这样的法案可能导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百度还有其他的中国企业被踢出美国股市 立法的意图是迫使中国来遵守美国的会计规则 但是人们提出的担忧之一是 这可能只是促进企业前往监管监督较少市场的一种方式 公司很有可能会转移他们的盛市地点 万家的负责人这样表示 他们可能会把地点从纽约搬到香港 而这些言论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华尔街对华盛顿打击中国公司的行为之前大多保持沉默 现在他们已经卷入了美国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 但是华尔街多次表现犹豫不决 有关法案在五月获得了参议院的一致通过 现在众议院正在审查其配套版本 如果中国公司连续三年不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其账目进行审查 那么就会触发中国公司的退市 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这要求 立法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都表示 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欺诈 需要有这样的一步法案 周四的活动还邀请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 还有主要的会计事务所的高管进行参加 预计这不会导致迅速的政策变化 因为大多数的法规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颁布 而万家是巨头经济经理之一 其共同基金投资于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 而纽交所还有纳斯达克则通过允许中国股票在其平台上交易 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费用 纽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交易所将支持在公司股票代码中增加一个指标 以确保投资者意识到那些审计工作没有被监管部门检查 但是他警告说你的立法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 但是有一些策略我们并不一定同意 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表示纳斯达克并不反对这项悬而未决的法案 但是交易所运营商的全球首席法律和监督官也提出了批评 他说立法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工具 而政府其实有很多现成的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股票的上市问题引起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关注 他现在因为冠状病毒的大流行而加大了对于中国的攻击力度 而且由于北京最近采取的措施削去了香港的政治自由 导致两国之间摩擦不断 川普现在已经下令监管机构审查中国公司不遵循美国会计公司的情况 并在八月初之前提交如何解决方案 将美国证券交易所置于斗争的漩涡中心 现在美国总统的民调正出现下降 让他在十一月连任道路上面临困难 而今年瑞幸咖啡备受瞩目的会计丑闻 使得有关于中国公司的辩论显得更加的紧迫 自从一月份股值达到了每股五十美元高点以来 这家中国咖啡连锁店在纳斯达克的交易中已经暴跌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抹去了超过一百一十亿美元的市值 经过内部调查公司本月早些时候披露 捏造的交易使得其二零一九年的营收 夸大了大概三亿美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表示 他支持立法因为拒绝审议委员会的访问 会给美国投资者创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他在周四的讲话中表示预计小组成员的意见 将为监管机构为川普准备的建议提供参考 长期以来所有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公司都要提交审计报告 供监管部门进行审查 这一要求是在二零一年黯然的会计丑闻发生后才进行实施的 而根据内部数据有超过二百家中国企业被允许 在不遵守规定的情况下在美国出售股票 他们的总市值大概是一点八万亿美元 其中阿里巴巴占到了三分之一 而著名的做空者布洛克是周四的小组成员之一 他表示美国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来防止欺诈性的中国公司来欺骗美国的投资者 而这样一位浑水资本的创始人表示 当在美国交易的中国公司出现爆仓时 全球会计师事务所的美国子公司应该承担经济责任 这样的提议是具有挑衅性的 因为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查中国公司的账务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而中国公司的账务通常是由中国的审计关联公司来进行审查 但是布洛克表示对于中国的审计类似于橡皮图章是完全不可信的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此前的报道 根据报道美国和欧洲在香港的银行正在对其客户进行紧急审计 以确定可能面临美国因为新的国家安全法 而制裁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和企业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最早将于下周签署香港自治法成为法律 法律赋予政府权利可以对被指控破坏香港半自治地位的官员 以及与他们进行重大交易的银行和国家实体来实施全面制裁 而熟悉此事的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香港至少有两家大型国际银行 正在研究他们的哪些客户和合作伙伴可能会受到法案的制裁 他们可能不不得不中止与那些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商务关系 其中有一家银行的人士表示 切断客户可能会打击中资银行还有国有企业的收入 但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如果他们被制裁我们就不能碰他们了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还有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 在香港都设有零售网点 而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还有瑞银等全球投行 在亚洲金融中心也设有办事处 中国银行香港等拥有国际业务的大型中资银行 在香港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制裁还可能打击到香港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 其中有一些人现在正在审视现有的客户群 要看看风险到底在哪里 一位律师这样表示 他为有关机构提供有关经济制裁影响的建议 中国上周对香港正式实施了国家安全法 而美国表示这样的举动结束了香港从一九九七年 从英国移交给中国是所被承诺的高度法律和政治自由 美国的制裁措施可能从冻结个人和公司的财产 到将他们从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剔除 还可以阻止银行进行美国有管辖权的外汇交易 这意味着华盛顿可能会试图遏制他们来获得美元 而律师表示这样的法案可能迫使金融机构 在与美国或中国做生意之前做出选择 而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规定 遵守美国对香港和中国的制裁是违法的 你不能两全其美 这位律师这样表示 而熟悉此时的银行人士表示 在现在这个阶段 每一个人都会理智地审视他们的客户名单 并且制定各种不同的方案 现在是推测性的 因为制裁的名单还没有出来 我们的假设是名单可能不会那么长 但是目前的情况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 确实对业务产生影响 预计美国官员将在法案出台后的几个月内公布名单细节 而本周香港金融业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会议上讨论了两部法律之间的潜在冲突 很少有人期望得到有关于企业和银行 将如何确保遵守国家安全法的建议 这样的一个法案把四种行为定为非法 但是定义非常模糊 因而受到了外界的批评 而香港的投资管理协会的负责人则表示 对冲基金通常将制裁合规工作外包给基金管理人 但是有一些更加主动的基金也会研究他们在法案下 对潜在制裁个人和公司的曝露程度 如果有的名字的确被列入了名单 那么将不得不探索适当的步骤 包括实施强制赎回还有将投资者驱逐出基金 除非名单上有主要的投资者 否则预计这将是可以管理的事情 但是现在金融机构仍然感到担忧 因为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正在寻求美国机构的额外指导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